这是世界上最贵的蜂蜜 一公斤大约能卖2.7万元 虽然价格如此昂贵 却受到了许多人的抢购 这种蜂蜜产自白米悬崖 每一次采债都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由于它富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又因产量低 采收难度大 所以价格如此昂贵 每年春天地球上最大的喜马拉雅大黑风 会来到尼泊尔山区采蜜 他们主要采的是杜鹃花的花蜜 然后花蜜里面含有一种灰色毒素 虽然这对蜜蜂没有任何的影响 但它所产的蜂蜜却是具有毒性的 它能够让人产生幻觉 具有强身健体舒缓身心的短暂效果 但长期服用则可能会成瘾或者中毒 尼泊尔古龙族人就是靠这种采蜜味上 他们隐藏在八千米高的山林里 鲜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 有人猜测他们的祖先来自西藏 大概在中世纪的时候 他们才迁徙到了这里 清晨瓦澜的天空云雾辽照 周围的景物一片蒙楼 村子里的男人们开始了采蜜之旅 其中两位男子准备攀登悬崖所需的绳索 其他男人则背着一些生活必需品 山高路远男人们有趣的 走在雾气还没散开的山间小路 采蜜人克星 边走边修剪竹竿 临近中午 他们终于到达了悬崖的顶部 他们搬来大石头 在小道上搭建引地 其中一个男人去查看悬崖上的蜂蜜情况 压壁上已经聚集了上千的蜜蜂 是采摘了好时机 在采蜜之前 他们会举行一项特殊的仪式 其中一人点燃香火 将小米放在了祭祀公鸡的头上 以此来召唤自然之神 保佑他们不会发生意外 仪式结束后 他们就直接把祭祀公鸡 宰了当做午餐来吃 在其他人的做饭期间 克星和南哥准备采蜜所需要的神梯 他们将小木棍安装在由竹子编织的绳索中 并用小猪条将它们固定起来 然后将神梯卷起来用水淋湿 这样是防止它着火 除此之外 他们还准备了一换新鲜的树叶 用来熏走蜜蜂的 与此同时 饭做好了 一大锅香喷喷的攻击咖喱 诺巴将它们分别装在各个碗里 吃完之后 真正的采蜂之旅开始了 他们来到了悬崖的顶部 将神梯一点一点的放下去 等神索要放完时 南哥尔用百年老树的树根来固定神梯 安装完神梯之后 诺巴和戴尔 安装过滤蜂蜜的柳条框 克星在一旁用小刀 将竹子削尖 为了更好的掏蜂蜜 紧接着他们用树叶做最后的仪式 希望自然之神保佑他们采蜜成功 诺巴带着树叶来到了山崖底部 等他到达时 蜜蜂似乎早有预料 开启了防御模式 他们依次扇动翅膀 在洞口周围形成防御波 这是蜜蜂对捕食者和入侵者的一种视觉警报信号 因此在蜜蜂发起攻击前 他们在悬崖底部点燃了树叶 厚重的烟窝沿着崖面缓缓的向上飘 洞里的蜜蜂受到了刺激 在悬崖边到处浪飞 蜜蜂聚集在崖壁周围 稍不注意人就会被蜜蜂盯上 这时他警告摄影师 在蜜蜂发动袭击的时候 不要有任何的轻举妄动 不然他们会攻击得更加厉害 这时克星也来到了山下 他们在蜜蜂的包围之下 爬上了摇摇欲坠的身体 他的身体似乎有免疫力一般 完全不介意蜜蜂的叮咬 与此同时诺巴也在下面 加大了山峰的力度 呛陈的浓烟源源源不断的往上飘 当克星靠近洞口的时候 诺巴将冒着烟雾的树池 递给了他 他在洞口挥舞着树池 成千上万的蜜蜂 随着烟雾乱飞 为了保持双手自由 他们将掏蜂蜜的竹竿 掏在了手臂上 在山上的南格尔和戴尔 将竹框递给他 然后他将竹框推到蜂蜜的下方 用竹框将它打到竹框里 最后由山顶的两个人 将篮子拉上来 但是事实上这个过程 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许多彩蜜人 都在这里发生过致命的事故 美术悬崖上 都刻有一个遇难者的名字 蜂蜜也因为产量低 采收难度大 所以它的价格十分昂贵 每公斤售价 大约在2.7万元左右 有的时候 即便是高出市场家5倍也买不到 幸运的是 这次并没有发生事故 所有的人都是安然无恙的 这时他们聚集在山上 敬赫大丰收 附近的牧羊人也文炫赶来 他们和他一起品尝 这个充满毒性的蜂蜜 吃上一口 人就会产生幻觉 如梦如醉 除此之外 这种带有毒素和轻微的麻醉效果 能让人身心放松 所以当地人把它当作壮氧药 因此每天他们都会吃上一勺 但如果加高剂量 甚至还会造成失明 或者是死亡 品尝完后 他们开始用竹框 过滤到蜜蜂之类的杂质 然后 背着过滤好的蜂蜜回家了 当遇到河流的时候 男人们会在水里洗掉身上的蜂蜜 随着天色越来越黑 他们不能再逗留了 这时摄影师的向导 迪帕克出现了意外 他因为吃了蜂蜜 身体已经完全摘不起来了 突然他的身体开始抽搐 并且失去了意识 过来了好几分钟 他才恢复了意识 但是他的神智 依旧是不清醒的 没过一会儿 他就开始呕吐 彩蜜人似乎见怪不怪 还以幽默的态度 对待这件事情 眼看天色已晚 他们不能再逗留了 因为一到晚上 熊和老虎就会出没在这附近 因此他们决定轮流将他背回家 在古代的时候 希腊和罗马的军队 也曾和迪帕克有相同的命运 他们在杜鹃花围着的土耳其村庄 偷蜂蜜吃 结果军队溃不成军 完全失去了一致 最终他们在天黑之前 将迪帕克送回了村庄 并对他们进行了相应的药治疗 部落里的人 除了采蜂蜜 还会种植蔬菜 玉蜜和水稻等等 家家户户都会羊鞋牛羊 并用他们的毛发制作衣服 偶尔也会用鱼网去捕鱼 或者捕猎山林中的鹿 除此之外 男人们也会雕刻各种木制物品 拿去集市上卖 他们的生活几乎完全自给自足 虽然远离现在城市 现代文明 但他们依旧追求生活的品质 这就是生活在尼泊尔地区的采蜜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